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认为风险资产会在9月份反弹 这应该有利于标普500指数期货和欧洲斯托克 应该会看到欧元与黄金出现小幅的巩固 我们认为这个反弹可能是短暂的 可能会在9月份消失 10月份将会迎来新的风险回避期 首先来看一下Fingrass平台提供的 标普500指数期货的小视图 预测了未来几个星期的走势 我们看到趋势已经回到了牛市 并且该牛市趋势仍然有潜力 继续进入更高的2400 并且低于2500的价格区间 所以在未来几周 我们可能会看到标普500的价格出现新高 再来看一下日线图 代表了未来几个月的趋势 我们还处在牛市中 并且是一个具有拓展性的牛市 可以看到风险指数位于超买区 目标价格朝着两个 上冲目标位移动 将会让价格上升到2500以上 但是因为这些是拓展目标 所以我不认为价格会停留在该区间太长的时间 再来看一下周线图 代表了未来几个季度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 目标也指向了低于2500的位置 这是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观点 可能会出现向上修正 但是不会出现太多的向上修正 所以直到明年 我们认为标普500指数期货 可能会有5%到10%的上升潜力 但是不会再多了 我们同样也看到了风险指数处在超卖 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的某个时刻 可能会出现反转 所以在周线图中 趋势是牛市 日线图中同样是牛市趋势 但是这两种牛市趋势都是具有拓展性的 小市图中也回到了牛市 恢复了上涨趋势 这可能引领价格在未来几周创下新高 再来看一下欧洲斯托克50指数 这里看到的小市图 我们可以看到 受到今天早上欧元批软的影响 价格回到了上涨趋势 可能会引领价格在未来几个星期中 来到3520甚至是3570 风险指数已经进入了超卖 所以你可能在这个星期看到小幅巩固 但通常来说 上升趋势应该会持续至9月份的第三和第四周 下面来看一下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自从5月初以来 欧洲斯托克指数一直处在巩固期 主要是因为目前欧元非常的强劲 巩固似乎并没有完全结束 我们认为风险指数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进入超卖区域 可能会引起反转 所以我们看到9月份可能会出现上行校正 但是在10月份可能会迎来一段新的风险回避期 以及价格重新测试 在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 我们预计欧洲斯托克股票会重新上涨 在周线图中 价格仍然处在上升趋势中 价格达到了中间顶点 我们看到自5月份以来价格就出现了巩固 但是我们也看到价格目标相当的积极 可能会让价格高于3万 不好意思 应该是3000 在接下来几个季度 这里可能会来到4300 所以在周线图中 价格处在巩固阶段 但显示出了明年的强劲潜力 日线图中在巩固阶段可能会有所反弹 但是需要达到10月下旬的修正目标 小时图中并没有出现反弹 目前的趋势在未来几个星期中应该会持续下去 再来看一下欧元美元 它是标准普尔500指数与欧洲斯托克指数之间差价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在小时图中欧元美元已经完成了一轮的上涨 几乎已经达到了上冲目标 风险指数位于超买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价格可能会略有整合 需要注意的是欧元还是相当强劲的 所以不要期待会有太多的巩固 在日线图上 自从12月以来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牛市 但是目标价格并没有被完全实现 接下来的几个月价格可能会来到1.22 风险指数还不算太高 所以我们不认为这里是价格下降的转折点 在9月份经历了一些回撤后 价格在10月份会继续地上涨 再来看一下周线图 我们的目标校正位可能引领价格来到略低于1.23的位置 这也是我们在10月份的预期目标 欧元仍然处在上行修正中 还没有来到1.23附近的阻力位 所以这里还有更多的上涨余地 在日线图中趋势并没有完全结束 还没有触及超买 小时图中价格来到了中间顶点 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可能会略微出现巩固 关注风险回避的话 应该会对黄金感兴趣 黄金在过去几个星期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已经触及了上冲目标位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 会出现回调 而我们在欧元美元中看到的是十分类似的情况 在日线图中价格显示出了十分强劲的上涨 我们的目标在未来几个月依旧十分的强劲 价格可能会超过1400 风险指数略有超买 所以可以预期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可能会有所疲软 但是通常来说价格在进入到十月底前都是积极的 中线图中的结果是熊市 但没有显示任何目标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中立的情况 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 但目前来看 现在确认黄金处于长期上涨趋势为时过早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两个月里 价格可能会朝着包落线的方向有所上涨 然后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再次出现回调 如果来总结一下的话 黄金的熊市趋势受到了强劲的上升趋势的挑战 这种趋势还会在日线图中持续一到两个星期 可能会让价格上涨到高于1400的位置 可能会出现中期校正 以及小幅的超买 这一切都可以在小视图中得到确认 几乎已经快要达到目标 并且开始了回调 感谢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